相信大家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鱼公移山 一位年迈的鱼公居住在山区北部的他 每次想要去往玉州南部都要绕很远的道 于是他立下想要铲除大山的决心 很多人嘲讽鱼公的行为是不理智的 但他依然坚持 做这份精神感动了天地 便命令大理神帮助 移开了这两座大山 虽然这是神话故事 但在当代 确实有这么一个人 拥有鱼公移山的坚然不拔的精神 本期建设预计 就带大家来了解这位亿万富翁 1964年 斯纳定珠出生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的巴拉村 这里风景秀美 有香格里拉最美的峡谷 得听得过的自然条件 同时带来了封闭落后的现实生活 从巴拉村到最近的县城 这一条人马一道 要走五天才能到的县城 有的村民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峡谷 过去村外的戴香园通过唯一的一条路 用毛鲁蜜来茶叶食盐等生活用作 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走村民药杂和土特产 因为钱是巴拉村最缺的东西 斯纳定珠一家也会其他村民一样 过着几个平凡的日子 家里有八口人 会支撑家庭经济 年仅十岁的斯纳定珠 便去村子上的铁键铺 打工赚钱 年幼的斯纳定珠并没有过多想法 只能挣钱活动 我心里的是 在一次炼铁的过程中 铁星子不慎进入了斯纳定珠的左眼 滚烫的铁星子刺痛着他的眼睛 他和镇上者简直的卫生院 要想治疗 只能通过狭窄的人马一站出山 从一站出山 道路崎岖难行 至少需要四五天才能出 斯纳定珠因为耽误了最佳治疗时间 失去了一只眼睛 然而这次出山 却让外面的世界打开了他心灵的路 他决心要做出改变 斯纳定珠从十三岁起离开大山 投身上海 生活重压村舍的成长 顺应着改革开放的大潮 斯纳定珠成为香格里拉 有名的千万富翁 外面世界的繁华 没有向过尽他内心对故乡的依恋 安闻复作的生活没有使他忘记初心 他仍然忘不了故乡的家人们 他想要为家乡的亲人们 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斯纳定珠三十五岁那年 拿着自己辛苦正下的上千万元 回到了家乡巴拉格宗 他请了很多修路的专家 专家看到后都来劝索他 叫他不要修路 但这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而且这时 他的野心更大了 他不仅要给家乡修路 而且他要结合家乡的资源优势 给家乡建一个公园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的这个选择 比当初他离家创业还要艰难 他不得不变卖了经营多年的餐馆 五金店以及房子车子 跑遍了香格里拉的银行和信贷公司 借变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他也由千万富翁 变成了一万富翁 在悬崖峭壁上住起路 在村民看来简直不可想象 还有人认为他要以此为借口 编卖村子资源 他只好挨家要过去协调 陪着 取得算命的同意之后 斯纳定珠开始紧看出队 买做错调的设计 出乎预料的是 师傅队到了这里 转身就走了 世纪人员还劝斯纳定珠 这种地形修不成功夫 想在巴拉宗格雪山的悬崖峭壁上 修筑一条天路 简直是传说中的独公移山 但斯纳定珠没有灰心 他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倾其所有排出万难 在雪山峡部的悬崖峭壁上 开辟了一条天路 这条天路 全长35公里 有52个发卡弯 海拔750米 这条路终于通到了村里 斯纳定珠为家乡 创造了一个奇迹 如今路修通了 巴拉宗格景区里 大巴带来了一波波游客 斯纳定珠的公路 给古老的巴拉村 淡来鲜活的路 公路通车后 壮美景观醒了世界的眼球 曾经外出打工的人们 也被幸福前景 领回了家 因为斯纳定珠 我们看到了 深藏在大山中的巴拉格宗 我们看到了 向格里拉最高的雪山 最美的峡谷 最清澈的湖水 这里的空气很清晰 天空很蓝 四周很近 这里是人间天堂 是佛祖赐佛的地方 如果把修路 比作一场远征 从男孩到男人 斯纳定珠这场远征 出了拨战 但也荡气回产 那条在峭壁上 蜿蜒蜒去着的天路 如一首婉转动听的歌谣 赞颂着人间的英雄 斯纳定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